撒滿這個字 我想如果不是近期的一套電影 大家不會這麼關注 它不是薄餅 但原來是一個宗教的信仰能夠通靈 是一個原始的宗教信仰 是… 但當然,我們說當然沒用 當然要請出兩位嘉賓 剛才你說的是公主 公主, 是 我這位請出的嘉賓也是公主 不過是某個我們熟悉的朋友的公主 她就是鄧紹磚 鄧紹磚的公主是誰呢? 是我今晚的嘉賓, 就是陳妙惠 還有錄吟師傅就是陳發齊師傅 我們有請兩位 對了, 妙惠, 我想問一下 你什麼時候會覺得有通靈呢? 你還沒說過之前, 我先問一下 撒滿, 不如你介紹給大家 是什麼? 撒滿是一些很傳統的文化 因為以前比較多空險事 例如出去打獵也好 出去一出門也好 那也是有空險的 以前打獵沒有槍, 打獵也好有空險 所以對天地也好 因為有多自然災害 所以對天地有些敬畏的心 可能見到天又拜, 地又拜 見到石頭和河流都拜 所以就出了這種文化出來 明白… 待會兒很多人都要從你的口中知道 什麼叫撒滿 通靈的一種是否可以練到? 其實主要都是靠緣分 當然有些都可以叫後天 經過自己努力 例如舉個例子, 修行、打坐 現世都可以修行 也有機會通到 但如果以前古代的撒滿 可能是一個家族或是一個族群 他要找一個宗教領袖出來 負責祭天祭地或是通靈一些事 而是以前被簡損的 明白… 一定是家族被簡損的 這也要告訴我們 撒滿的文化, 真的 好, 以前古代的社會 要是比較多天災 也有很多自然災害 也有很多未知數 例如以前不是農間社會 要出去打獵 打獵其實也會有很大的空險 或是暴落和暴落之間 也會有小規模的指導 他們可能要用鬼神的力量 去通靈問問是吉時空 所以會有一些撒滿的人 會幫忙做一些通靈 做一些法事、一些祈福 希望保佑族群 可以很安全地生活下去 即是古代已經有撒滿的通靈文化 對, 很久的 可以看看照片 古代的照片會穿… 這些衣服很古代 我想問為何會有這麼多裝飾 其實要說, 撒滿 以前是一個族裏面 可能要被簡選 或者能力比較高 做通靈的人才可以做的 而他的身分地位 甚至有機會被那族群真正的領袖 地位還要高 是… 我們稱為牧師 對… 所以大家看到服飾會比較浮誇 或是比較… 很漂亮 很華麗 不是普通的服飾 但當然我們看到 這是以前的撒滿 而不是真的出馬仙 因為出馬仙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我們中國的道教 就是我們經過一個人口的遷移 而去了東北 明白 跟撒滿混合了 而有一個叫做文化出來 這個其實不是東北的撒滿 而是真的以前 例如近蒙古、北方的撒滿 是 明白 但為何我們看到有些… 這些是陳柏齊師傅自己去拍的 從哪裡拍出來的 這裡是鐵薩山東北的 有一間廟叫黑貓貓廟 因為以前據傳說 因為他幫一個道士叫郭守珍 曾經這個道士救了一命 有獵人追殺他 是 他未得道之前有一個道士救了一命 當他得道… 這隻就是黑色狐狸 得道之後就叫黑貓貓 就幫這個道士去雲揚道教 傳說就是這樣 我想問剛才看到一種的仙 動物仙是否還有其他動物仙 會有幾種的 每個地方其實都有不同的仙家 以東北為例 大家會比較常聽到 就是我們叫狐家 即是狐狸 這個就是妄家 妄家就是… 妄蛇 妄蛇 即是比蛇大一點 他們擅長於攻擊 是 還有呢 黃呢?黃是什麼動物? 黃就是黃鼠狼 黃鼠狼 茶士或甚至迷惑人 這個也是黃鼠狼的專長 黃鼠狼很有趣 他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其實很多傳統的… 東北人很怕黃鼠狼 尤其是如果他們殺過黃鼠狼 黃鼠狼會… 會報仇 報仇 我聽說過一個情況 譬如他會去到別人家戶 跳舞 然後家裡的人會跟著黃鼠狼 一起跳舞 證明黃鼠狼有很強迷惑人的狼狼 你和大家分享一下黃鼠狼 現在先看看狐仙 這個就是狐狸 狐仙就是狐狸,對嗎? 對 狐家,我們叫狐家 就是狐狸 其實他有時候,譬如我們請他問 未必一定會附身 但稍後大家也會看到一段影片 他會附身的片段 是… 不論是這麼多種動物仙之中 他的靈力是最強的一種 無論是攻擊、茶屍 或者迷幻都是牠們的跳舞 師傅,這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黑媽媽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黑媽媽是白痴痴的? 神像是… 其實動物,相傳牠是一隻黑色狐狸 但通常動物仙 其實很多以前古書 譬如郭撲也有說過這件事 一些動物的仙 其實牠幾十或一百年後 牠都能幻化為人形 但當然牠有修痕 如果牠純粹是一隻狐狸或一隻蛇 牠沒有經過修痕 當然牠就不能幻化人形 幻化人形 其實牠想甚麼發相、甚麼形態 牠帶給你看,牠都很隨心所欲 簡單來說,我想觀眾…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白龍王 白龍王有一個發相 像人一樣的樣子 一個老伯伯 但其實牠真身是一條龍 所以牠們都會有一個人的發相 人形… 觀音都可以有很多個發相 師傅,我之前也有聽過薩滿 薩滿有很多儀式 除了可以用來敏事 也有些是用來治病的 是… 是怎樣的 因為以前醫學沒有那麼窗明 以前可能有病 永遠都覺得一定是被鬼神搞 甚至可能會否對祖先不太好 牠們要降禍給族人 所以薩滿就要幫忙做一個通靈 究竟要問得罪甚麼鬼神 是否有哪個祖先、先人不滿意 之類就透過這些儀式去幫人治病 我聽過有些薩滿的神偶 神偶是嗎 對,或者神偶 其實神偶即是神像 對,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舉個例子 在畫面的左邊 是醫治精神狀態或思緒混亂 大家可能看到波羅文 全身都不知道 打蠻陣 這跟情緒思想有關 譬如左邊的第二個 就是舉手 可能以前沒有那麼窗明 不知道有五十肩這些東西 手很痛,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以前的人覺得 一定是得罪了鬼神 又找薩滿去問得罪了哪個鬼神 又做一些儀式 對神像又拜一下、念一下奏 希望可以康復 另外右邊的兩個 就是一些肺的問題 以前沒有肺病 只是覺得胸口很危 很不舒服 又可能就得罪了 諸如此類又做一些儀式去拜